广沙八联省被北京中级腾讯体育11月9日讯2018-193季CBA场规范第九轮今晚继续进行,在一场焦点对决中,只将广沙坐镇主场迎战北京。 本场比赛,北京队一路领先并曾在比赛结束前7分中领先达18分之多,不过比赛在最后时刻拨蓝不断,广沙队一度将比分破禁致至落后2分,然而随着迪小川最后时刻上蓝命中,比赛在无悬念。 最终,北京队一九十五比九十一战胜广沙,取得三连胜的同时,也终结了对手的八连胜,CBA东卫德比吉林,鲍冷胜,辽宁国爱额二十加六,总致领时卧魔鬼主场一片寂静。 汉密尔顿快攻华翔批扣胡金秋中国护理拯救广沙,赵银浩三分加快攻报扣,打停北京赛后本西陈哥怒了,末天落后18分,上春华半赛季首败谁背锅本场数据全场比赛。 北京队在篮板球方面,以39-36上车领先,广沙队则在场段上以15-4,占据绝对优势,而北京队的18次失误则比对手多出了整整十次。 而在两分球和三分球命中率方面,北京队则分别一百分之11.2-45.1%和41.2-29.7分别领先对手。 球队数据上,广沙队6人得分上双,赵银浩得到全队最高的22分,刘正17分6篮百分助攻,福特34分9篮板5抢断8助攻,胡金秋12分4篮板, 比金龙11分,博洛西斯则砍下10分7篮板,北京队方面4人,隔分上双,汉密尔顿砍下31分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杰克是26分7篮板7助攻,加孝川12分,刘小宇则由11分5助攻入仗,本场最佳,汉密尔顿砍下30加10,帮助球队全身而退奔场比赛, 被赢队的汉密尔顿发挥出色,他全场出战38分钟,21投14中,砍下全场最高的31分, 并有11个篮板入掌,帮助决兵少将的北京队,在客场战上了强大的广沙, 本场交点历史数据辞意过后,两队共交手36次,凭借本场胜利, 北京队将双方战绩,改写成21胜15负,继续保持领先。 上赛界两回合交锋,两支球队平分纠色,他们分别在客场战胜对手, 而在本赛季常规赛第五轮的首场较量中, 北京队在逐潮以88比95输给了广沙,广沙八连胜被终结。 本赛季不败球队仅剩一支本场实力之后,广沙队开季以来的八连胜被终结, 至此,本赛季联盟中只剩广东一支球队,保持全胜战绩。 开局手感冰凉,广沙首节仅得九分本场首节,广沙队进入状态较慢, 他们在开场长达五分半钟的时间里一分为得, 而北京队则借机打出是抗铃的开局。 此后,广沙队依然未能在进攻端找到手感, 本节,他们命中率为二十投四中,仅得九分。 北京后场双枪手感滚烫,半场三分球命中率百分之一百半场战罢, 北京队后场双枪杰克雪与刘晓宇的三倍球命中率分别为二投两中和三, 投三中,尤其是刘晓宇,在广沙队再次节一度将温差, 扑进,置之落后五分的情况下, 他在本节最后三分钟时间内连续三次三分线外出手命中, 帮助北京队以十分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 杰克逊被追加委体,比赛时间重回56.5秒比赛, 最后35.5秒。 被赢的杰克逊在两个进攻回合后被吹罚委体犯规, 最终裁判裁定比赛时间重回56.5秒, 而此前两个进攻回合中, 刘正和迪小川的进球则被分别判定无效。 比赛回顾首阶比赛, 被赢队率先进入比赛状态, 汉密尔队一上来就连得四分, 张卓和王肖威此后也反击上来得手, 北京队取得十分明的开局, 反观广沙这边, 进攻端兵梁的手感, 让他们在开场五分半中的时间段里一分未得, 直到刘正反击上来命中, 广沙队才打破得分框, 之后的比赛, 广沙队继续在进攻端玻璃为奸, 而北京队则一直保持着十分以上的领先优势, 最终首节比赛结束, 广沙队北京以22比9暂时领先, 次节比赛, 赵延豪先许命中三分, 随后再次感激报扣得手, 连得五分后, 北京队被迫叫停, 此后, 赵延豪继续利用罚球取分, 不过北京队凭借着杰克逊的出色发挥, 继续保持着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不过, 广沙队此后突然进攻端回暖, 留着三分命中后, 他们将比分破进至24到29指落后五分, 不过本节后半段, 北京队凭借出色的外线手感, 再次将任差拉开至十分以上, 半场结束, 北京队以46比36继续领先, 下半场一边再战, 福特森率先转换反击上来得手, 赵延豪此后也阐断反击取分, 广沙队在本节打出4-0开局, 此后, 广沙队继续凶忙反, 历经龙三分命中后, 45到50, 广沙队再次将温差, 破进至竹落后五分, 本节后半段, 比赛陷入胶着, 双方互有攻守, 赵延豪的双手抱扣得手后, 北京队被迫暂停, 经过调整后, 北京队重新招回状态, 汉密尔顿的出色发挥, 帮助他们在三节结束时, 人意68比58保持领先, 比赛进入最后一节, 汉密尔顿一上来就打板中投命中, 此后, 他再次连续两次进攻打成, 北京队将分差扩大至72-58, 此后的比赛, 北京队继续保持着出色的进攻手感, 在汉密尔顿再次打成2-1后, 北京队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至83-65, 不过, 此后畅上风云突变, 光沙队凭借凶狠的防守, 连续造成北京队失误, 并接机打出一波进攻高潮, 中场前一分钟, 他们将分差破禁至87-92, 几落后5分, 此后, 比赛波兰不断, 杰克逊在两个进攻回合后, 被追加为体犯规, 比赛时间也重新回到56.5秒, 此后广沙一度将温差缩小至2分, 不过北京队还是在最后时刻, 顶住了压力, 并最终以95-91战胜广沙, 双发首发广沙, 毕竟龙, 宋若宇, 胡金秋, 福特森, 刘正北京, 汉密, 尔顿, 刘晓宇, 张才仁, 朱燕熙, 王肖辉下轮对阵常规赛第十轮, 11月11日, 广沙将宿客挑战青岛, 而北京则将在客场对阵至江, 前前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